我这个是不是很牛逼啊 我们可以发一个那个什么了 好好好 是不是很牛逼啊 19年某主播在小银花国偶遇了陈冠希 并询问是否能合影 由于陈冠希带着小孩便礼貌拒绝了 可这位主播并没有放弃 又继续询问能不能单独合影 但依旧被陈冠希婉拒了 而这名主播一直举着手机 于是带着孩子的陈冠希 便询问他是不是在直播 直播吧 直播 我骂你吧 主播听到陈冠希要骂他 便贴个加醋的给直播间里的人说 陈冠希骂人了 陈冠希老师骂人了 看到没啊 陈冠希老师骂人了 但许多网友都觉得 陈冠希脾气很是暴躁 主播只是在直播二爷 又没干其他的事 可主要是陈冠希带着小孩 而且实时直播是打不了马的 所以小孩的面容也会暴露 随后这名主播不但说他骂人 还一直笑着看陈冠希 并且转过身 想要继续拍他 陈冠希也是不忍着 抢过手机便提醒对方 告诉大家 随后陈冠希便拉着女儿继续走 反而这位主播放弃远方向 竟直接跟在陈冠希身后继续直播 并越走越快 直到追上陈冠希 还不忘再和他大句话 见证明主播凯在拍 陈冠希更加生气了 便和男子对峙 你还在直播什么呢 你直播什么 你要拍什么 你不能打我 你打我属于 我有打你吗 期间 这名主播声称 被陈冠希踢了一脚 还表示如果打我 我会让律师告你 听到此话后陈冠希更加忍不了了 再次抢过手机 告诉直播间里的人 他就是这样的脾气 但这直播依旧喋喋不休 并告诫陈冠希 他有十万粉丝 随后证明主播还想继续跟拍 但陈冠希给出了警告 他也是不得已走反方向 随后还一幅绿茶枪 委屈的向他粉丝吐槽 我没有拍他 我路过买伞的 你们看我一直都很有礼貌吗 然后我过路的 我又没拍他的小孩 还多次说自己是个文明人 表示陈冠希作为明星很暴躁 我是很文明的人 我是很理智的人 我在这边待着了 我不知道陈老师为什么这么暴躁 关于他走反方向 首先这名主播本就是朝这个方向走的 他看到陈冠希迎面走来后 才转变方向 并且拍摄陈冠希的身影 仔细观察就能发现 他偶遇其实也是实现预谋的 他多次提及 自己已经在这边生活了好久 我这生活这么久 能不知道吗 但在找大型便利店时 却很迷茫多次走错地方 人家是不是在 还在对面 好 头大 人家不就在对面吗 打招呼也是很假 而且网友发出了直播原视频 表示后面的绿茶枪解释 都是后期消音重录的 原视频里面的主播称自己很牛 想要借这次偷拍 博取热度和流量 所以怪不得当时的陈冠希会那么的生气 对面